接下來這個影片濃縮我們在宏溪旅行社半年多以來的實習過程 從我們直線訓練到我們正式開始帶團的身影都被捕捉下來放在影片裡頭啦 這一開始的直線訓練每週五天的課程為期一個月 我們上課會上一些車上作業的景點解說、團康活動、舞蹈課程等等 那下課之前也都會進行考核 講師們會依據你的台風還有專業程度來進行評分 結束了在教師的課程之後我們還有到戶外的旅遊訓練 這個旅遊訓練呢在車上我們會不斷的進行SOP的考核 也就是車上作業 那下了景點之後呢我們也會進行景點介紹還有認識環境、認識動線等等 畢竟帶著學生出遊可是不能迷路的 那晚會也是畢業旅行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結束了畢業旅行的訓練之後我們還有露營活動的訓練 露營活動呢佔了兩天的時間 從開幕式到閉幕式 中間有分帳活動、遊園闖關、生活技能、搭帳篷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要教會學生的 所以當然我們自己也要熟悉啦 結束了展期之後我們就準備正式開始帶團囉 這樣子 再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